区域的部分 在新闻公告里面呢 也有讲到过 新闻公告里面一样嘛 我们新闻一个新闻 刚开始先插入一个 拖拉出来 但如果说我要让它重复的话 一样把它重复区域 不过重复区域呢 在新闻公告是横向一列 可是这边是什么 要重复的是什么 重复这个DIV 这个DIV 所以你必须要选的时候 要记得选这个DIV 选它 然后呢再告诉它说 要重复它 重复几个 重复八个 这样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 把其他的资料 通通都放过来了 OK 大概关键是这样 那我们来做一次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只要掌握观念 要诀 再来做 应该就不是太大问题 接下来的话呢 第一步 我们要重复的是这个DIV 所以你选的时候 特别注意 请务必要选对这个DIV 那选的时候特别注意 你可以有几个方法 游标放在这个DIV上 把红线的时候点它一下 这样就选到了 或者是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选 应该是选这个 第一个应该不是 要选第二个 应该是 它这边好几个DIV 要选对的那个DIV 这应该是选里面 游标放里面好了 放里面之后的话 这个框框里面 那么往前推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再往前推 应该是整个 有没有 所以你游标先放里面一下 那如果你不确定是哪一个DIV的话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确认一下 那就这一个 我的习惯有时候会是点点这个框框一下也OK 点框框一样是找到它 好那找到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要重复这个DIV 第二的话呢 要怎么重复它呢 之前还用过了 在制服器行为里面有个什么 有一个加一个什么 重复区域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在那个之前是选一列嘛 现在是选一个DIV 重复区域 点它一下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制服器行为 OK 所以123找到这个重复区域 重复区域的话做什么事呢 直接点它一下 然后重复区域 重复几个 之前是八笔嘛 之前是十笔 我们把它改成八个 当然这个数量 由你自己来决定 你要多少 OK那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重复呢 OK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不会自动展开来 那什么时候展开来呢 你只要看到了 至少就是说第一个 在这一个DIV的左上方 有出现一个重复 诶 那恭喜你 表示呢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重复的 这个 这个 伺服器行为 而且 最后你们要看一下 这个前面也不能进探号 有些同学 做完就 有一些什么奇怪的符号 你要确定一下 是不是有选错的问题 好了之后的话呢 再来什么 预览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那个 把它储存 我在 爱意里面看一下 这是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帮我把八个放在上面 但是因为 可能是IE浏览器关系 把它拉 应该是板板面的关系 如果这个东西在那个IE里面 会变成三个三个 两个 但是如果你在什么 在Google里面看到的话 他应该就是四个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你做完之后还要再test一下 在不同的浏览器里面 你要让它run一下 那这样的话 当然你要以哪个为主 不过看起来目前 Google浏览器的占有率 好像越来越高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你放四个不OK 那也许你要把DIV调窄一点点 诸如此类的 反正至少我们这个地方 看到会有八个 第一步就完成了 但是它这个产品里面不止八个 我要能够下一页 一直往下 假设我好多个 那这个商店里面 很多个相关产品 要能够秀出来的话 再来必须怎么样 在我们的下方 所以在中央里面的话 我下方会有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呢 请各位先把它切到至中好了 而且我今天希望在这个中间 能够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导览页 能够上一页下一页的话 那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类似的 在哪里呢 传统页面里面的 这边有个叫资料 资料里面的 当然你也可以像那个公告里面 到底有多少笔列可以显示出来 不过这一题范例里面 没有要用到这个 我们就直接加这个 叫做资料级的分页效果 把它加 那直接用导览列 那要文字还是要影像呢 我们用文字按确定 OK好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了 显示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 再把它 直接在IE里面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上一页下一页的效果 OK有没有上一页下一页 如果说有其他的按下一页 下一页的也会出现 如果要上一页上一页也会出现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把所有的其他的资料都列出来 第一个 第二的话下方能够怎么样 帮我产生导览列的这个效果 OK那请各位 试试看 我把那个重点再提一下 第一个先一定要先选择什么 这个DIV 如果你选不到的话 油标放里面 往里面推 大概就这一个 然后增加一个什么 重复区域 第二个的话呢 下方增加一个导览列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在任何的专案里面 其实都一定会用到 因为你把资料抓回来之后 他不会自己帮你把资料重复 所以必须要透过那个重复 区域的这一个伺服器行为 帮我们把后面的资料通通 把它放到网页上 那当然如果说只能放八个 可是你比数超过八个的话 那再来就需要什么 需要用那个导览列 那如果说你要希望让使用者 更清楚说 你的资料表里面有多少资料的话 那再可以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技术 总比数 等等的相关效果 那这样的话 一个页面很快的就可以做出来 那第一个页面的话 就是可以让使用者看到 相关的产品 相关产品 那等一下的话 就是点击他 可以跳到什么 可以点击他 可以跳到详细页面 再来就是他可以在那边逛 逛一逛 如果今天他想要买的话 那再来就是加入购物车 那加入购物车之后的话 最后可以再把这个订单送出 你就可以在资料库看到 并且就可以把货物寄给他 他当然他前提是要 先把那个钱汇给你 或者说那你有其他交易方式 那这样一个网路的一个商店 我想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那这个是一个范本模组 我可以试试看好了 以来吃饭的玩意 oo